来关注洪涝灾害方面 记者从云南省普尔市宁尔县委宣传部获悉 7月17号凌晨1时起至7月17号上午10时 宁尔县黎明乡境内发生持续性降雨 最大降雨量145.2毫米 强降水天气导致山洪爆发 山体滑坡 共造成6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道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受损 烤烟玉米等农作物及猪鸡等加急受灾 截至7月11号11时 疏散转移8人 直接经济损失150万元 目前岔河村 团山村 黎明乡急镇受灾人数约2000余人 具体灾情在进一步统计核实中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